嘿,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一首很特别的一首歌 这首歌特别有很多原因 是个女生的名字 之前有这个Angeline 对,然后就这个Catherine 然后有这个Rosanna 啊,sorry,Rosanna不是 我写的Rosanna是Toto的歌 随便乱讲的 看看还有什么 啊,Katrina 对,可是今天我都不知道要介绍那些歌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Melody 对,Melody当然也是旋律 那这个歌是为什么写的呢 今天我们就不聊这个了 对,因为这个大家应该猜的话 也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这个歌是 它的由来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时候 可能我在取这个歌的歌名的时候 其实我记得好像 盛居跟我一起 可能在写这首歌的 应该是娃娃姐吧 这个歌,应该是娃娃姐写的 他那时候对我问我说 他说,诶,这个陶泽 你确定你这个歌要叫Melody吗 我说,yeah,why not 我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面嘛 对,这个没有什么好回避的 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那当然我觉得同时间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 都有那一个旋律 那一个人也好 那一个可能让你很纠结 可能让你很觉得很温暖 很快乐的一个旋律 一首歌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 这个歌就简简单单的 就让它叫做Melody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在面前这首歌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直很想给它一种浪漫 呃,凄美 但是这个要用什么乐器 来把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带出来呢 那就是Spanish Guitar 西班牙吉他 Or你可以叫就是尼龙弦 Nylon String Guitar 这种吉他 它其实本身就是有一种浪漫 跟一种温暖 可是又有一种 有种这种 怎么想说不出来 对不对 可是你听了你就会有感觉 所以它的那种 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其实光这几个和弦 其实都会让你很有feel 所以这个歌呢 我觉得这一个Nylon String 这个尼龙弦吉他 作为底的时候 我开始就在想说 好那我的鼓的部分 我的电钢琴的部分 我后面的一些 秤的一些pad啊 可能这些弦乐这样子的pad 一些比较电子的东西 怎么样可以增加它的气氛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们可以来听一点点 它里面的这些 蛮重要的它的一些 基本的底的这些乐器 你什么都不需要 它就简简单单的 尼龙弦 好然后这边开始慢慢就 有进一些东西了 电钢琴 然后 这个音定在一个男生来讲的话 是在男生的 算是他的第二个break 就是这边共鸣的音 你的这个可能飘在这边的脸部 这个混音的这个共鸣的这个音 刚好在那一个的边缘 所以对于很多男生来讲 这个音可能是不太好唱的 OK 就是melody 可是你又不能太用力 你不能 你不能这样子 你要很柔的 很柔情的 带着很多的emotion 去把它唱出来 就是melody 它其实是有这种感觉的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有特别就是 故意要把这个key定在这个 C sharp minor 对 所以 就是这个key 这个key其实不是很好弹 在其他上面 所以要夹一个k-pole 如果你是C minor的话 其实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 那可能你再弹到melody 其实你就会 好像要太用力的去唱它了 所以就变成说 刚好要介于在 又不是太用力 可是又要使一点点ger 才可以把那个音唱出来 可是又不能太低 低的话好像又没有那种激动 激情的那种感觉了 对 所以 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在写歌的时候 你定key其实是蛮重要的 这个整个的歌其实都是比较 节奏比较慢 可是这个歌如果整首歌 都是这样慢慢慢慢的话 会不会觉得真的有点太无聊 太boring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好 那我中间要怎么样 让这个歌的节奏 突然变得是double time 从它比较慢的是 突然我要怎么办 变得是 而且这样子的一种 比如说 其实也有一点samba的这种味道 这种感觉 但是如果我又把它做得太latin的话 我又觉得那好像又不够创新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突然那段时间蛮流行所谓的英国的garage 英国的two step 所以中间就有一段节奏 突然变得很快 我觉得它甚至可以让整个歌爆发 可以有一个高潮 其实它也不算高潮 因为后面还有再深key 然后歌变得更高亢的要再唱出来 可是我觉得它可以让音乐跟整个的情绪上面 有一个整个在画面上面跟在颜色上面的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对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那一段 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那一段 这边还是我们刚刚讲的比较慢的节奏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这边来了 所以这边就变成是这样 然后再回来 所以它从一个 再回到这个 我们都忘了听一下节奏跟bass的部分 OK 前面 前面就这样子吗 一二三四 你听那个 很肥对不对 F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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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s 对 不告诉你 好 继续 没有啦 这个bass呢 其实是一台琴 我们公司现在好像还有 叫 SE1 还是说他不在了 他不在的话 那我就要找找看到底是谁给他拿走了 ㄎㄧㄤ掉了 所以这个歌的贝是很非 它是全部它是solid state 它不是一个电脑里面的合成乐器 它真的就是一个 就是所谓的我们叫solid state 它也是那种滑音 把电钢琴放出来了 这样听起来很空 所以你们现在可能听不出来 可是那个音色其实是很胖 我们叫fat 胖胖的 然后厚厚的 有时候形容音乐会用一些 比较特别的一些字 听这段 很多的一些 然后这边其实是 还是在这个C sharp的key里面嘛 然后后面 我们不是说我会升key嘛 我们就升到D key嘛 对 然后滑音哦 就是不要了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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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下次不要穿这个衣服了 永远不要忘记 你是多么的美丽 有点音乐一直不足相亲 melody有没有 我以为我有疊很多部 其实我没有 我们快乐的过去 找你听我唱完 这边就转key了 唱那个 melody 这到底是什么音 其实它不过只是一个g而已 g melody 会觉得这个音蛮高的吗 接一接人家都唱a 再来一次 我是没有暖嗓 我就唱a 而且唱的时候不能那个脸 奏起来 你要很轻松 melody 要笑的 这样子 虽然你内心其实是很痛 因为唱不上去 所以 还有一个 那个还是一个b melody 做到了 掌声响起来 三轻半夜 公司的同人 好 所以这个歌其实有时候我 可能 出去跟朋友的话 也会听到朋友会唱 我朋友有时候会要求我唱 可是我真的 出去的时候 我不是那么爱唱 平常可能就有点职业病嘛 大家平常都在唱歌了 我现在出去 跟大家可能在KTV或怎么样的话 我可能就不想唱 可是我宁可我唱 而不要是别人唱 因为有时候人家唱不上去 你会觉得很痛苦 你听了你耳朵里面会真的会觉得 Oh my gosh 对 那终于今天 其实我觉得用一个比较音乐的一个切入点 那当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 我们这一次的所谓的session 的multi track 所以我觉得 希望大家在里面有可以找到一些 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或是一些新的发现 喜欢的话 当然希望跟大家可以多多分享 这一次也希望你们喜欢 How I made this song melody 我跟你讲 等一下我要带大家去唱歌 因为我刚刚从我的黑色柳丁专辑里面 我刚刚突然拿到一个招待券 好乐迪新歌恋唱卷 200元 200元唱五分钟吗 还是说怎样 有效期限 2002年的时候 所以sorry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保存了 把它放回灰色恋听 对 maybe 比如说4月1号的时候 可以拿那个卷去好乐迪 说你好你好 你好 我刚刚看完有这个卷耶 然后拿到的时候 他看了单位 他说你有看日期哦 19年前 蛤 对啊 不昨天吗